就会晓得,我所见到的这些饶溢众生者 他就是佛所的化身 而不会怀疑,不会认为说这些人都是假的 这些都只是冒牌的,佛所早就去世了 没有,这些人被称为化身 这是不切实地的说法 这样的怀疑心就会因为我们了解三生的道理 了解真实的坚定 而将这个怀疑心给禀除掉 所以如果真正通达佛陀本具三生的功德 这样的道理的话 对于佛陀是否曾经离开 上师们他们是否去世 这件事情就不会产生犹疑不决的怀疑心了 当然从相对的现象当中来看 上师或佛陀他们注释的时间是有限制性的 所以寿命是有量的 但是实际上究竟而言这个量是建立在分别念跟我直之上 我们才会看到三生是有量的 上师他们跟佛陀的寿命是有数量的 就像是至尊弥勒巴尔所说的 之所以会有死的千变相 主要是来自于分别 来自于我直 因为分别念跟我直 所以我们看到了生灭相 所以有所谓的去世 有所谓的死亡 但一旦晓得了我直 自我实际上是一个不实存的事情 他的本性是无二性的话 那么真正通达无二性者 他将能够理解所谓的佛功德 那在这当中就没有生灭 就没有离去这件事情了 所以为了要去除这样子 对于真实见地的缺乏了物 并且去除对佛陀三生功德的怀疑心 我们应当要齐心 幸福不入涅槃 如此的羞耻呢 可以让我们自然而然的 开启对佛功德的领悟 这样的做呢 也能够令上是 寿命延长 遣除障碍 并且让这个教法能够广宏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法 您在这边就是 这边热语线 让我们的 因此所说的 我把人的要继续 还没有这样子提供 我所说的 你身体上去 打定你 我身体上去 就是如果我所说的 我所说的 就是将他在 上发了一天 他人是法处 天国马的一天 第一个是 主人上去 第二个是 这样子 这就是将其 这无能的大习 当彼在 原來靈魂的靈魂 哇! 哇! 這個大靈魂的靈魂 恰恰有可憐 繼續講 我們現在還是在講 往生極樂世界的思因 再整理一下的話 思因的第一個是所依 所依指的是自良田 應當要在在民觀所依之良田 也就是心裡面不斷的去意念 觀想極樂世界的淨土莊嚴 再來呢是 祂的祝源 祂的祝源是發菩提心 比方說 應當了解一切的 禍患的根源來自於我之 所以應當透過為了 饒依六道有錢眾生 而發起的珍貴菩提心 來對峙我之 這個是祝源 再來呢是往生之正音 正音是累積資量跟親近對障 我們透過修持六道波羅蜜 以及七支進攻的道理 來累積資量跟親近對障 之後呢是他的 他的這個 輔助的力量 這個輔助的源呢是指發清淨願 還有回向善根 回向呢 主要是對峙我之的 因為有強烈的我之的話 或者是不回向的話 所造的善根將會被破壞 所以往生思音的最後一個 是發清淨願以及回向善根 對峙我之間 在開放的內容 現在是 在開放的內容 在開放的內容 我們在開放的內容 然後我們在開放的內容 他們在開放的內容 在開放的內容 所以我們在開放的內容 所以每年年都在求你 那些都是蒙古 蒙古 我都在想 那些蒙古 蒙古 我都在那些 那些蒙古 我都在想 那些人在想 omas snap 给我吻了 着了他的 你又或者 隔壁 胃肌 拿出来 让 operation 一起 我 对我 那就 一起 請 之前我们谈的故事一 forgot 但是我只想说 我可以跟弘张相反成很好的 因为私 학аж上 совет的商业 很好 但是我认为 您暗几天才 partnership 但是我们希望 找一个小ess 可以慢慢进碟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模式,模式,模式。」 我很幸運的說明, 這就是《川島,川島,川島。。。》 一看,それは就是在這次的努力會提供下的 好解來。 發展差不多來的東西。 那一看,その《川島,川島,川島的說明》 可是他們也讀そう,那些人在這裡 一切都不會的,那些人會在這裡 說jer,他們會回來了 外國人就說,然後在這裡 他們都會來吃飯 他們也會來吃飯 老實說,他們都會來吃飯 他們也會來吃飯 他們把吃飯吃飯 他們真的會來吃飯 那些鬼子的大人嘛 那些鬼子的鬼子 若把善根直作为自己所造 为自己所拥有的善根 则会因为我直的关系而摧毁善根 也就是说善根之所以被糟蹋掉 它的最根源的问题来自于我直 例如有些人可能心里有自己修行如何如何的好 我在前行的功夫下了多少 我的咒语念了几亿的咒语 心里面想这我做的如何 我做的如何如何 想的都是我曾经做了这样子 我曾经做那样子 这种想法当中就存在 就有一个我如何我存在的执着心 那么这种我做的如何如何的观念 就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堆叠在这个自我概念上面 所以它会破坏善根 那么如何破坏善根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自我执着 它把善根看得好像是非常的具象的 这是非常实在的 然后这样的具象跟实在的概念 会因为称心一起就好像把这些东西整个都歼灭掉了 包括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它都被 因为我执的强化的关系 所以显得非常的坚实 显得好像非常的具象 就好像当称心的这个怨敌出现的时候 就好像是你被洗劫一空了 原本那些善根呢 就像财富被人家打斜 被抢走一样 就完全的不在了 这之所以会被洗劫一空的根本原因 也是因为你把所造的善根看得是实在的实存的 非常具象的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做一点一点 看起来看似微小的善行 但是这个善行的功德呢 也像是一滴水 如果你用回向的力量把它放入大海的话 那么只要这个大海还没有干枯 那么这个功德呢也是不会耗尽的 那么一切众生所造的善 全部都恢复到这个广大海量当中 只要这个善根的大海仍在 你所所 因为你没有这样子的执着心 没有自我执着心 所以这个已经回向的善根 将不会干涸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 用这样子的心态去发愿跟回向的话 应该是为了自他一些有情众生 都能够获得战事 人间跟救星的佛果的安乐 所以我们在回向或者发愿的时候 心里面是不带着那个 我如何如何 我做了如何如何的 这种自我中心或者是我实的想法 这样的话我们的善根才得以保存 或者的话你只要还是带着一种实有性的 带着它是非常坚固的好像就有一个非常具象的善根的想法的话 这个善根就一定会被破坏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治的胜利者佛头 告诉我们必须要透过回向跟发愿 来令善根得到保存 而不被破坏 那我们在修七支供的时候 这个法门的七支供当中 它是结合了十度佛罗蜜多 也就是在六度之上 又加上了方便、利、愿、根治四度 那这些道理呢 大家一定要进一步的去修学 其中的愿度呢 就是会 会跟我们现在在讲的回向跟发愿 对之 也就是对之我实的回向跟发愿是相关的 那这些蜜六日巴尊者也针对了十度 佛罗蜜多的相关道理 在道歌当中也做了开示 这些意涵呢 大家可以在其他上师跟善知识那边多去请教 多去询问 那其中的愿度 就是十度当中的愿度呢 它相应到我们现在所讲的回向的话 包括了思维力、如来力以及发心力 透过思维力也是我们心里面作意回向的想法 哪怕是所造的善根 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微小的善根 小小的发慈心的这个善根 它也能够因为我们思维力的关系 所以能够辗转增上得以得到保全 再来呢是如来的力量 佛陀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在透过我们的回向 而能够使我们的善根得以保全 另外呢就是法性力 法性力指的是在基的本质当中 众生跟佛是无有差别的 在这样的基当中自我是不存在的 因为没有自我 所以自然那个善根 就能够不被自我所造大 而不被破坏 所以这是以法性力来 回向封印善根的道理所在 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做回向根发愿 因为只要仍然紧抓着我直 认为这是我的善根 这是我做的如何如何 善根就会因为这样我直的力量 使它变得具象化 最后新闻就会造上体 你 这个人打造场 我自在生命就会 信命就会处于 重讨短程 edge-end look-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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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去得到离び 甚至于靠近道 你ıere ऐ 他 tw og the number 不但是又再死以后离,逼述哪。 但是它 再 fue幸运的, 指使用并 jemand来问不过。 如果有这个 zaten训练的理性话, 他们 最吃不开拿材料。 您会 多长小豆豐연副 长老大? 指並且第四次爆散文 書籍 三十五名 ifcall進法 文字 文字 所以我们就在數量下距离 在数量中数量下距离 我并不是自己的 senhor critics 说了 这是一个 Berkeley 的 もう 我 你 我們就知道來自止轉 場面都會被證明 那是一段以上,在这个山都的一段多数岁的什么就是 这是现在房子我们而来的学习这些 这个东西的重量也是 那么这些是就是这种 realistically 这种东西就这么厉害就是 所以即使显然有些花类的可能性, 只要重新生活,合作的 一些草等的草太多的基因,能读想回到很多草 przykład的草 有一个草的草的草 它是最多的草的草 ,有一个草的草 有一个草草的草是在这里 有一个草草的草草 感谢观看